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持续的关注发生在河南安阳的公交车持刀杀人案件 那么昨天的犯罪嫌疑人周江波已经落网了 而他的作案动机也已经初步查明 在案发前一天也就是8月18号 周江波因为邻里矛盾砍伤三人之后逃跑 随后在安阳市区制造了这起害人听闻的惨案 事发当天下午3点多 犯罪嫌疑人周江波从后门上车后就动手抢夺司机方上盘 抢夺魏国便开始在车内疯狂行凶 看见那前面那个谁 那就是那个拿着两把刀嘛 就是左右的砍 那就是两个手嘛 两个拿马刀就是这样 就像砸起球一样 碰碰碰的炸 不管是谁 看什么东西他就炸 看见人就炸 就是两边炸嘛 擦擦擦的走 扎着往前走 公交司机赶紧将前后门打开疏散乘客 整个行凶过程不到5分钟 周江波趁乱从玉米地逃走 案发后警方全力申破 发出了10万元悬赏通告 并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 21个小时后 周江波落网 据警方透露 逃亡的周江波饿了一夜 在安阳市新村镇买西瓜时 被群众根据协查通报认出并报警 被抓时 周江波身上还穿着带血的上衣 周江波是安阳市黄县马上乡人 1985年5月出生 今年4月刚刑满释放 案发前一天 周江波因邻里纠纷 与他人发生肢体冲突 砍伤三人后逃跑 周江波误以为邻居被他打死 因害怕产生了厌世心理 之后才在安阳公交车上 制造了这起惨案 目前已经造成三死十二伤 死者均为未成年人 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察